大家好 这节课呢 咱们主要以FIDER这个协议捕获和编辑工具啊 来进行一个实战性的演练 那么我们呢 一方面通过FIDER这样另外一个协议的监控和捕获工具 来对比HPWalk啊 看一下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些功能上的差别 另外最主要的是 我们通过捕获到的这些请求 进行二次编辑再去发送给服务器 其实相当于中间我们做了一个请求的截获 先截住这个请求 再编好了重新发给服务器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改变这个请求本身 通过我们前端的一个界面 拼装好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标准 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组装一些请求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 单纯通过咱们浏览器的界面没有办法发现的问题 当然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请求的编辑 我们可以编辑一些特别的C型ID或者特别的Cookie 发送给服务器 甚至可以达到绕开浏览器界面的验证 直接达到欺骗服务器的目的 就前面我们给他讲的C型骑片或者Cookie骑片 那么我们呢都通过Feedler这个小工具啊 来对他们进行异议的实验 那么Feedler这个工具可以搞定 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进而再衍生 我直接用Java或者Ccap或者其他的语言 编程语言 我去开发一个发送HTTP请求的这么一段代码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 跟服务器端进行交互的这样一个目的 同时的交互的客户端要发什么东西 完全是由我自己来决定 那这样呢我用编程语言来搞定它 那么我再加上一些这个可选的一些不同的数据输入 我就可以完全达到自动化测试的目的了 并且呢通过代码自动化的来 来抽取我的一些特征库里边的一些值 这个实现原理啊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工具 很多安全性扫描工具 它实现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那就是呢 把数据包发送 注装好了以后发送给服务器 那么来看服务器的响应 根据服务器响应里边的一些内容 提取一些有有特征的值来判断 这个服务器在这个功能上是否存在安全性的漏洞 那么我这个安全性扫描工具 比方说惠普公司的web in spec 或者ibm公司的app scan啊等等 还有很多一些开源的一些小工具的啊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那么至于拼装什么样的数据包 那么完全取决于我这个工具本身的一个特征库的认定了 OK啊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工具 一方面呢是巩固之前所学的知识 另外的呢希望大家慢慢的啊 要进入到这种更深一层次的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 这个要求和学习了 咱们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些相对啊 感觉还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些知识上的学习 那样的提升起来可能是很慢的 我们一定要深入的细节 深入到这个技术的底层 逐渐的啊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来 那么希望通过Feedler这个一个应用呢 能够让大家慢慢的找到一些新的感觉 Feedler呢现在使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大家去下载安装就行了啊 在百度里边直接搜索 这个过程呢我就不再给大家介绍 安装的过程呢就一路向下末日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呢 咱们呢就直接来使用它 先启动Feedler 好那么启动完Feedler的以后呢 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file菜单底下 勾上Capture Traffic 确保勾上它 因为直接勾上它了以后 它才可以监控浏览器的一举一动 好这个时候呢 咱们直接打开浏览器 我们呢把它浏览器窗口小一点啊 你看我打开末日首页的时候 这边其实已经监控到请求了 这些请求呢咱们不需要 我们呢现在直接来关注 好来 补货一下 删除啊 H1登录的这些请求 这是打开首页 好 咱们来做登录 好 这个登录过程呢 它发送出的请求在这儿啊 通过发送了一个POSE的请求 好 那在这边的话呢啊 这里边有很多的选项 很多的TAB 我们来简单的过一遍啊 都不难理解 我们先找这个GET的请求来看吧 那么这个GET的请求这边呢 有个statist tx啊 这表示是一个 一些数据的统计 请求的数量一个 响应的大小啊 发送出去的字节396 这个请求的大小啊 这边响应的大小 那么也就是说 从服务器团收取 获取到的这个响应 有451个字节呢 是响应的头 那么响应的真五呢 是3073个字节 底下呢就是一些时间片 做每一件事情 那么到底花了多少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tcpip的连接间里花了999毫秒 dns的解析花了1毫秒 https和的谢可 htps的握手花了0毫秒 因为这边我们没有使用htps协议啊 所以这边呢 不存在这个时间的花销等等 其他的很多 那么关于这个这里边的时间片的分析呢 我们会有专门的一节课 给大家介绍那就是在我们的web前端分析里边 会有专门来讲这个时间 每一个时间到底好还是不好 它是怎么得来的啊 会专门来介绍 好 这是关于一些统计数据 这底下呢 还有给我们简单评估了一下 从不同的国家来访问这个网站 它所花的一些时间啊 这个呢 参考价值啊 或者说呢 噱头大于实际价值啊 这边呢 是inspector 那就是我们真正监测到的一些请求和响应的内容 那么这底下呢 有请求的头 这边对应的呢 就是我们响应的头 这边呢 请求的证文啊 因为get请求是没有请求证文的 pose请求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请求的证文 这边对应的是响应的证文 这边呢 是语法的高量方式来展现这个内容 同样的啊 这边呢 它会以高量语法的方式 给我们展现我们的响应 由于响应这边只是这个声处啊 没有html标签 所以没有高量 我们来看个get请求 它有html标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啊 相应的关键字都会高量显示出来 这样呢 便于阅读 webform在这边没有 所以不存在 图片这也不是 所以也不存在 而16镜子的 显示方式 16镜子 这个呢 对我们来说 很少会用到 全了解一下就行了 有没有关于一些网页认证的东西 没有 web无诱 以浏览器的方式来查看啊 经过宣传的页面 目前这个功能模块呢 在飞车24里面还有点问题 好 cookie 发送给服务器段的cookie 我们可以单独拧出来看 好 这边是RAW 那也就是最原始的 这个请求的内容 这边呢 是最原始的响应的内容 就给我们在HP Watch里边看到的 Stream Tab底下的那个响应和请求是一个道理 好 那么我们其实平常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对请求和响应进行一个查看和分析 那么要是Inspector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Composer 那就是对请求进行编辑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两个 那现在呢 这边有个Post 对于这个Post请求 我们呢 现在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请求的编辑 直接选中这个按右键Replay 里边Reissue and Edit 重新编辑这个和发布这个请求 那么我们呢进到这个编辑里边 选择入格式啊 把这个请求的内容给拖过来 在这里边我们的用户名密码 假设密码我输错一个 好 选择执行 好 那么对于这个请求呢 执行了以后啊 会生成这个新的请求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请求的证文 是我们刚才编辑的那个密码 那么响应呢 我们来看到响应的证文是Password 以外里的密码不正确啊 这跟我们是这个是吻合的 那我们呢继续可以来编辑这个请求 我们现在呢 输入一个错误的用户名 知识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响应 user以外里的啊 OK 经过这两个时间我们知道没有问题 这个编的确是可以编辑 然后呢把这个编辑过后的请求发给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呢 给了我们 符合我们预期的一个响应 好 大家知道啊 通过这个小小的演示 了解一下 fader怎么来编辑请求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看 我既然可以编辑请求 那么我 如果说假设啊 我获取到了别人的一个sessionID 我就是否就可以把这个sessionID 放在cookie里边直接发给服务器 而服务器一看 如果这sessionID又是已经登录的状态了 那么我就直接可以绕开登录界面 不用再登录了 直接就是登录状态了 然后我们来设想啊 大家跟上这个思路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session和cookie欺骗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我拿 我复制了一个假的证件给服务器 服务器呢 其实并没有办法有能力确认 这个证件是真是假 因为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他只能认为我就是他 那么我呢 就完全可以获取到 这个真正持有这个sessionID 你持有这个证件的人 他的所有的权限和他的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呢 现在来看看 怎么样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个过程 这边登录啊 我现在肯定 我不知道用户名和密码假设 我当然没有办法 数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 但这种呢 有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啊 我们后边也会给大家去讲 就是暴力破解的方式 怎么来完成它 这也是我们测试里边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直接 疯狂的给服务器发请求 或者呢 发一些用户名和密码的组合来试啊 暴力破解 甚至啊 一些压力测试啊 这些都是我们跟 都是跟协议相关的一些技术运用 后边呢 我们再逐步的去给大家去介绍 那现在的话呢 我 先暂停跟踪 我呢 先打开浏览器 获取到一个 已经登录成功的一个SessionID 这边我们已经登录好了 我来获取一个SessionID 然后我把这些SessionID呢 发送给服务器 在Failer里边 那么我呢 直接用HPWatt 来录制一个请求就可以了 因为它现在已经处于登录状态 那么任何一个请求的Cookie里边 都会带着这个SessionID的 因为它一定要主动 把这个SessionID发送给服务器 让服务器知道 我是处于登录状态的 这种状态的保持的 一个必须的过程 这个东西一定是在里边的 我呢把它直接拷贝过来 好 现在直接关掉浏览器 你看啊 我呢直接访问这个首页 如果是没有登录的话呢 它是会出现首页的登录的页面 那么这里边呢 有一些出处啊 用户名被锁定 找不到该用户名 这就是登录页面的一些错误信息 我们看到是这个响应是这样的 我现在编辑这个请求 然后呢 我在Cookie里边 把咱们刚才的那个SessionID拷贝 然后的话呢 发送给服务器 好我们来看看 服务器端的响应 大家注意看啊 已经阵入了登录成功以后的首页的响应的内容 很多很多啊 很多 它已经不是我们没有登录成功之前的这个响应内容 有这样的一些内容 这两个内容完全不一样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登录成功以后的响应 说白了 就是跟我们打开A9one 登录成功以后 右键查看原文件 看到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呢 可以自己呢 单独再去比较 A9one PowerToA9one 然后呢 找一个 出错了 发生位置错误 请重施 好 这边有个隐藏新增 那么这是这个页面 我们来看看对应的是否是一样的 PowerToA9one 发生位置错误 隐藏新增 重置啊 的确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登录成功以后的状态 那说说白了 就是说我们获取到的JCCID是处于登录状态的 我现在直接借用它这个C型ID 就演示了一个身份给服务器 但是服务器是并不知道的 这就是C型欺骗 Cookie欺骗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不妨呢再来用同样的这种操作来看一下PHP问的 因为它呢不是加过密的嘛 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现在呢直接去访问PHP问的 非登录状态 我呢登录一下 登录成功了 我呢用HP握起来获取到它的一个登录状态的这个用户的 Window User那一个可以啊 这是我们上面讲库可以给大家看到过的 获取它的一个这个标注符 随便发送一个请求 这边还没有录制 好 找一个请求 在请求里边呢 我们去找这个ID 找这个标识 这些都不是 这个PHPCCID是H1的 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作用域底下 我再次说一下 所以它们会把这个作用域底下 所有的C型 这个Cookie信息呢都给纳入进来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东西 Window User 好 我们把它拷贝下来 到分号接触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的 我现在呢 直接给这个我的 贴取批问的啊 发送这个请求 我先把这个地址 浪费这点呢 能够抓取到这个首页的Gate请求 这边啊 乱吗 因为编码格式的原因啊 现在不去管它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啊 这边里边呢 有这个Window User 因为呢我们抓取到的这个 页面呢本身呢就是存在的啊 就是保已经登录成功的啊 所以呢它会这个Cookie信息会抓取到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 直接对它进行一下编辑 把这个Window User呢 直接给它随便改一个 那毫无疑问 这个呢在服务器段就不存在了 我们拿去执行 这个时候的响应里边一定是啊 没有登录的一个状态啊 因为是乱码 所以我们很难看得清 对于这种乱码的话呢 通常是由于这个编码格式 或者是呢压缩的这个编码规则使用 不一样导致的啊 所以我们呢可以进到Transfer这边 啊重新选择一下这种压缩的方式啊 我们选择不要压缩啊 这个可能也算是Fader设计的是一个 嗯有所失误的地方啊 没有很好的考虑到 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希望呢 直接看到的是不需要去改这个选项啊 能够看到最直接的直观的结果 没必要重新的单独的来改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了 那这边当我们修改完了以后 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首页的内容 是处于啊非登录状态的 这个是否是处于登录状态的 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啊 注销 好 我们并没有找到注销 是说明什么原因呢 因为在首页上的代码 登录成功与否 很多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唯一有一个不一样的啊 这是退出啊 不是注销 那我们搜索退出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退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呢 这边是没有登录成功的 因为一旦登录成功了 一定会存在退出这两个字 好 这是啊 一种辨别的方式 而前边这一个属于登录成功的状态的 我们再找一下退出 好 大家看我们可以找到退出标明是啊 处于登录成功的状态 那么 类似的方式 我们既然可以给他改错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给他改对 我们现在呢 重新编辑他 把这个请求拖过来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对于这个window user 相当于我们呢 把他刚才加的这个东西 给他删掉 加了一个一 相当于我们呢 就给了他一个正确的一个window user 这个时候再执行 那么他又会处于啊 已经登录成功的一种状态 好 直接去搜索就行了 这边不再去去做这件 这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呢 进一步设想啊 我 目前通过这种手工的工具 一个一个去编辑 然后呢 完成了这样一个 setting欺骗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呢 这样其实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比方说我登录成功了 又能怎么样呢 我现在要去发个帖子 该怎么办呢 我在下边呢又要又得继续加一加一加请求 又得去修改 相对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呢 事实上在真实的情况 我们呢都不会是使用这种纯粹的工具 手工的来编辑 我们呢通常都会直接写一些这个编码 或者使用一个性能测试工具 Rodrunter 减别的这种啊 直接可以发起一数据包的 然后把它编辑成一连串的动作 让它呢一步到位的去执行了 那好吧 那么这节课呢就先到这 大家呢 用Fader呢 多去做一些练习啊 多去编辑编辑用用用 把里边其他一些功能呢 也拿过来看一看 好